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备受争议的背后 他内心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喊着言论 我暗暗地发誓 我一定要传出去 而他赚钱却不是靠去 看云南省区境市失踪县的高小夜 如何在饱受争议之后 大胆来财 欢迎收看制服经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 云南省区境市失踪县的高小夜 本来在省水利局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但是偏偏回家 养起了一种让人觉得很恶心的东西 什么呢 区 为了养他 高小夜还闹过不少的笑话 可是打这之后 他的财富竟然实现了连年增长 达到了每年销售两千多万元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2015年9月9号的清晨六点 高小夜就带着员工上山 员工需要徒手爬上几十米高的松树 只为了树上的一种美味 爬上这么高的树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原来他们是为了树顶上鲜嫩的松树而来 并且每天都要像这样采摘大量的松树 高小夜要拿松树做什么呢 记者来到高小夜的厂房 本想追踪松树的去向 却在这里看到了一间神秘的屋子 对于这间屋子 诸位的人提出来的反应都很奇怪 太真了 这个东西是很多人讨厌的东西 当时大家的认为就是在外面嘛 对不对 那个厕所里面等等那些 是不是就太讨厌的 这时候高小夜竟然从里面端出一盘东西 就是这盘子里的东西 让朋友们觉得十分尴尬 看不尴尬 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你们敢吃这个吗 你敢吃这个吗 你敢吃这个东西 吃一下 不敢吃 为什么不敢吃呢 害怕 就是怕 仔细一看 他手里拿的竟然是 蛆 这种蛆是苍蝇的幼虫 就在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高小夜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现在让你们吃蛆 你们肯定不敢吃 我们敢吃哪 没关系 还有点甜甜的感觉 没有关系的 原来这间屋子是高小夜专门用来养苍蝇的 因为是无菌的环境 所以苍蝇产下来的营区 有些人就敢直接放进嘴里 自己吃了干嘛 让他们跳起 那自己妈妈呢 妈妈呢 包两个吃吃 你们都敢吃啊 都敢吃的 怎么玩啊 对对 这本来就是莫福一样的 你们 打给他们 你们 你们 不管是松贞还是营区 高小夜竟然都是用来喂鸡 他们对鸡来说就是一种美味 撒在上面让它吃就可以了 它会吃的 愿意吃啊 高小夜之所以把鸡当成宝贝一样 就是因为从小穷怕了 他小时候上学的机会 都是父母在三姐妹中抽签决定的 而他就是被有幸抽中的那个人 从那时起 他就立志改变家庭的命运 那个时候 说实在的 我喊着言论 我暗暗的发誓 我一定要传出去 再多大的困难 多大的苦难 我都要传出去 而鸡并不是他财富的全部 在这个女人身上 发生了什么传奇故事呢 2005年 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高小夜 呆着从郑州买回的两万只银种 登上了飞往昆明的航班 没有想到 在这架飞机上 却发生了一件 让他永远抬不起头的事 原来 苍蝇按照规定需要托运 可高小夜 一个不小心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落下了几只苍蝇 在自己的背包里 带上了飞机 果然 起飞后不一会儿 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发生了 看着那苍蝇 一只一只 从我屁股向前飞出来 我还是吓着了 我说 这苍蝇怎么办呢 我还是用手去弄了一下 那个袋了 但不知苍蝇怎么的 还是老飞出来 一万多米的高空中 翱翔着一架飞机 飞机上高小夜的苍蝇在飞 这让高小夜吓得只能装睡 整整三个小时 连卫生间都不敢上 飞机上的理科呢 就 有一点生气了 说是怎么飞在天空中的飞机上 会有那么多苍蝇 老是奇怪 但是我也不敢说 我也不敢承认 我要是承认了的话 人家帮我扔了怎么办 而高小夜之所以 一定要把苍蝇带回家 就是因为 他要用苍蝇 养这种浑身黑色的鸡 而这种鸡 下的绿壳鸡蛋 曾深深吸引着高小夜 你看 这个就是那个鸡蛋 就是我们的鸡下的 绿皮鸡蛋的 绿皮的 对对对 2005年 高小夜在电视上 看到这种鸡蛋 也看到了苍蝇可以养鸡 于是 接了40多万回家创业 可当时 他已经在云南省水利部门 有了稳定的工作 丈夫也是当地的公务员 家里几乎没什么负担 所以当时高小夜的这种行为 让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 大家都捏了一把汗 都不知道这事能不能成功 但是我姐这个人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想定义的事情 你要想把他欠了 说转过来是不可能的 作为全家唯一一个读完大学的人 内心的亏欠 让高小夜觉得 一定要让弟弟妹妹们 跟着自己一起赚钱 几个月的时间 他每天都和苍蝇在一起 就连小小苍蝇的公母 他都能一眼看出来 你看这只苍蝇了 公这只苍蝇 它的屁股尖尖的 你看它个体又小一点 母苍蝇的话 你看它的屁股是圆圆的 又白白的 它因为要产暖 这样的话 就可以积分它的公母了 一年之后 高小夜进的一万多只鸡苗产蛋了 他满怀期待地 把鸡蛋拉到市场上去卖 定价三块七毛八一个 一箱卖一百五十元 可结果却和他想象的 完全不一样 所有厂里能把地方的鸡蛋都摆 都摆上了 卖不掉 为了推销自己的鸡蛋 高小夜甚至把银躯和鸡 全部拿到市场上 本想证明自己的鸡吃得有营养 却起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有好几个女的 看到那么多鸡 你看到那区 这简直就是 就发 转过去就发恶心了 他说 太恐怖了 你们怎么拿了 那几万只鸡去哪里 第一次我们去卖的时候 把那个鸡蛋皮 用制造器抠 抠了多少印子在上面 大家以为是咋的 这可难坏了高小夜 眼看着鸡还在不断地下蛋 他却因为卖不出去 只能眼看着它们一个个放到便知 家里人劝他降价促销 可他却一分钱都不肯降 不降 因为你降价的话成本不高 你初次你帮你的鸡蛋 定位定价一出来的话 你要让周围的人都知道 你这鸡蛋只能卖这么一点价的话 你这鸡蛋就没有价值了 你将来想卖高价是不可能的 终于高小夜的坚持得到了回报 在2008年初 趋境市的一次农业展销会上 高小夜的绿皮鸡蛋 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一下子打开了销路 这两款产品包括这些 在咱们这个店里边呢 卖的是最好的 相对其他产品来讲 哎呀像这样的女人 真的是太让人佩服了 特别是做农业 那一年绿皮鸡蛋的销售额 就达到了500多万元 然而2010年之后 一个大胆的举动 让高小夜的财富 一下子发了四倍 达到2000多万元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这一天高小夜说 要带记者去吃一种好吃的 要吃到它 必须先到山里 找到两种形状独特的叶子 这个叶子呢分大小 但是我们今天采的是大香叶 哦快点 那这个车那边的倒壳 那倒壳也是采好了 叶子采好了 主要是要这个 你看长得又滑的又大的 形状又好的 不要被虫子吃过的 那只叶面很好 而且又干净的 第一种叶子 大香叶 轻松摘到了 可另一种叶子 却生长在陡峭的山坡上 这对高小夜来说 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没种叶子呀 没种叶子呀 你看尖尖的种小柱子叶子呀呢 采这个叶子还是尖生了呢 小心点啊 这叫野猪叶 我也想长得大呢 好呢 那这口就好了 你看 来 麦子拿着 当地的壮族姑娘 金山干活时为了方便 甚至把传统服装里的大袖子 改成了短小金汉的袖口 两种叶子相互重叠 包裹住泡好的糯米 和腌好的腊肉 再用香草叶 绑成像马的脚竿的形状 这就是当地壮族 著名的小吃 马脚竿 2011年的花米饭结上 朋友带高小叶来玩 刚出锅的马脚竿的味道 让高小叶至今都忘不了 对这个米就感觉到 太香了 在脚里面一脚一香 没种香 那种糯米的那种糯香味 很浓的 但是我们吃到口里面了 那种糯香 实在是太浓了 吃别的地的糯米 打不上的 因此我就决定来 这个理念发展 据当地的老人说 高小叶吃到的这种糯米 在清代曾经作为 共米禁锢 但因为产量低 村里种植的人越来越少 但高小叶觉得 这么好吃的东西 一定有市场 2013年 他一下子投资 500多万元 以失踪县黑尔村为主 承包3000多亩稻田 这么大的投资 又是为什么呢 无论你做什么 还是要是有规模的 要是你没有规模的话 做得很小 你说做得很小的话 很难发展 你说是等到你市场 走出来再去做的话 有时候又赶不上了 因为黑尔村交通不便 大型收割机开不进来 所以每到收割的季节 还能看到大片的纯手工割刀的画面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创造更大的利润 高小叶同时种植了两个品种 这个是稻米是吧 对 这个是稻米 你看 这两种稻 你看它个比它高 但是你看 它的米粒没有这样多 因此这糯米的话 它产量低 这种稻米的产量要高 你看看这个稻米 你看 你看 先差那么多 它的重量之一是重得多掉了 今年高小叶的三千多亩稻米 面临大规模销售 它压力很大 为此高小叶想出了一种新的销售办法 也让记者现场见证了 它是如何在一个小时之内 买出去四百多袋大米的 一大早 高小叶又进山了 这次 他要找到山里的红 黄 蓝 紫 这几种颜色 并用这四种颜色 把它的米 变成另外一种样子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 这是我们的地方叫的柠檬花 柠檬花 哦对 你看嘛 这个是看得很好呢 只要花的部分 因为我们一直用花给猪水 给了猪出来的纸水 就可以拿了让我们的黄米饭了 哦 这染出来是什么颜色的呀 染出来是黄色的 很漂亮的 黄色找到了 高小叶说 接下来要找的这种植物 竟然是一种常见的药材 板蓝根 我们让紫色黄米饭 用那种植物液料 哦 这个出来就是紫色 出来 我们煮出来就是紫色的了 待会我们 我们过去的可了吗 你煮出来了吗 全不是变成紫色的了 板蓝根都是指感冒的那个东西吗 哦 对对对 这个是我们喊叶板蓝根 这个就是我们全不是 你看 很好呢 这个煮出来的颜色太漂亮了 煮熟的板蓝根经过揉搓 可以浸泡出紫色 而新鲜的板蓝根揉搓之后 就变成了另外一种颜色 这个呢 你看我们这个了吗 为什么有两种 一种是煮熟的了吗 煮熟的就是紫色呢 这个呢 我们生的时候就拿来搓 搓出来我们染出来 脚的金水就是蓝色呢 这俩同样都是板蓝根 同样都是板蓝根 煮熟了嘛就变成紫色 那边煮熟了嘛 就是生了嘛 给它搓出水来 它染出来了嘛 就是蓝色呢 现在就差最后一种颜色 红色了 高小叶说 这种颜色 要在地底下才能找到 这个是我们的小环境 染红色的那种米饭 那种花米饭 小环境 对 我们叫椰环境 也叫椰环境 我们主要的是 是挖它那根出来 不是这个椰子 是牙小面的根 真有股椰啊 这叫椰环境嘛 你看它这个颜色是很黄的 红色呢 它染出来是什么颜色 染出来就是红色的了 让记者想不明白的是 刚挖出来的野黄浆 捣碎了之后 依然是黄色的 它怎么就能染出 红色的米饭呢 刚才挖出来的野黄浆嘛 你看嘛 色就变成黄色的了 就它这个色色 我还要红色的 但是你看现在 它是黄色的 我待会一放减水 它就变色了 你看好了个 我要让它变色了 它变成红色的了 你看 它就变色了 就是它变成红色以后 用那个 它染出来的米饭也就 也就是红色 随后 高小叶把自己种的糯米 泡进天然植物 做成的染料里 反复地浸染 淘洗 一天之后 米饭就被染成了 各种各样的颜色 然后大火蒸熟 这就是壮族著名的 花米饭了 面临销售考验的高小叶 打算就用这五颜六色的 花米饭 在当地市场上 为自己的产品 打出名气 尝尝 尝火米饭 尝我们的火米饭 快点 一起来尝尝 快动了 就下手了 七十八块一袋 过来 过来尝尝 要的火米饭尝尝 快点 要的尝尝 这个饭就好吃了 好吃了 好吃了 这个火米饭 这个火米饭 这个人一包小叉子 尝得马上来 尝尝就丢掉了 这个米是火药的浓米 给你们尝尝 高粱的这些三十了 他得过来尝尝 给吃中的尝尝 尝尝这个火米饭 他丢掉了 丢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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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六大 六十六大 靠着花米饭 高小叶成功吸引了 源源不断的人 来买他的稻米 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卖出了四百多袋的稻米 现在高小叶 已经建起了 施松县最完整的 稻米加工流水线 延产量五万吨 你看这边出来的是 两种坑嘛 这种呢叫油坑 就是稻米 表面那层 黑黑的那层 脸白的 你看出来 这层营养价值是最高的 这我们就是 正养鸡肠养鸡的了 这样鸡产生的鸡粪 可以肥沃稻田 而稻米加工 剩下的米糠和碎米 又返回去 继续喂苍蝇和鸡 比如说这个米吧 咱们我打开一袋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米呢 大家一看都知道了 它不抛光不打蜡 能看出来啊 你看市面上好多大米 看圈器非常非常的亮 那个至少它是抛光打蜡了 这个很容易区别的 创业十年 高晓叶不仅带着家人赚钱 还带动了合作社 二百多农户 共同致富 当时她的理想就是要让家里人 过上和成年一样的生活 这可能就是她的动力吧 她确实也实现了 让我们这么几个 爸爸爸爸在窗子里 都能过了 很可以的 现在在我们窗子里 我们家 确实是挺不错的 您现在住在哪 哎呦 太平股了 两边都整 这边也整 这边也整 住得过来吗 这么大 在我们失踪嘛 像她这样的 在她的带动和影响下 成长了很多 她也是 我算是我们失踪县的教教者 挺能让人就是 振奋 传播 就是在她身上 能读到一种就是精神 一种正能量 首先你的产品 出来之前 你要考察市场 你一定要有市场 要是没有市场的话 说实在 什么都是假的 管理啊 人才啊 什么现在 差一样都不行了 不像十年前 我们刚创业那个时候 就是说 吃苦耐辣的增长 现在要吃不止 要吃不了了 你说 为了让家人 能够过上好日子 高小业硬是从 充满质疑的环境里面 创出了一条致富之路 大家都觉得 说这高小业胆子大 可他却觉得 创业的时候 坚定的决心 才是成功的关键 好了 各位 如果您想了解 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 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 央视网 浏览查询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 致富经下期节目 为你安排了 哪些精彩内容 他突然被毒蛇咬伤 命悬一现 应尽稀 他被人称为蛇吃 第一次养蛇失败后 外出打工 都随身带着四箱子毒蛇 七年时间 几乎跟蛇 形影不离 去哪里 他都带着一个箱子 一天没看到蛇 他就难受 为了养蛇 他被家人责骂 妻子也离他而去 养蛇 玩蛇 靠蛇赚钱 蛇区的财富 有何与众不同 嗯哼 来